爹娘 您二老没事吧 皇上跟我们一块儿出宫 这若是遇到什么危险 一家十几口都得赶了吧 我们的祖宗啊 虽然小子家是有出息了 这若是有危险 整个宗族的命还能不能保得住啊 阿娘 都是第一次面圣 紧张很正常 您别自己吓自己了 等吃完饭 我们就可以回庄子上去了 这心得有多大呀 我是担心的这个吗 我是担心的皇上和贵妃一起出了宫 还是悄悄的 朕没有骗你吧 我就说 等云家人进宫谢恩时 带你去吃最想吃的火锅 你不是一直想跟安二坐在一起 吃麻辣鲜香麻辣口味 说的幸福的食物 应该和身边最重要的人一起吃 才能感受到双倍的快乐 皇上都累了 最近都憔悴了不少 不过我长得漂亮就好 看在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 就不嫌弃你了 一行人低调的 从嘎嘎香酒楼后门 安卫早早通知了掌柜的 在门口后掌 这两位祖宫又来了呀 阿爷阿奶 饭还是要吃的哟 既来之则安置 把心放宽了 外面好多人保护呢 老婆的吃饭 别心教啊 有事情了 我们还在前面顶着呢 还有老三在呢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你瞧 云丞相一家人 适应能力还是挺快的 下次朕带你去庄子上玩 去种地 我听安卫来报 他们在家种菜吃呢 肯定新鲜 皇上哎 您是要把云家人 下地过城啊 若到时真要是去了 怕是那一家人呢 没人敢睡得安稳 眼都合不上咯 云丞相是谁 云青燕 他什么时候做丞相了 成月帝 就低声 把在御书房的时候 自己怎么算计 一个聪明人 给自己当苦力的经过 盛情并茂地讲了一遍 萧珊坐在一旁吃饭 总觉得自己做错了地方 他不该在桌上 他应该在桌底 哇 皇上果然厉害 竟然能在他身后追着跑 还跑了那么多圈 那是 朕还年轻着呢